为了慰绕员工一年来的辛苦 南投市公所日前举办年终尾牙宴 现议员张维华应邀致此时 肯定市长宋怀林镇内为地方做了很多事情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市长带领这么多人 包括各个里的里长 还有这个代表会的这个代表还有主席们 一起来到办我们今年的尾牙 今年又是一年 这个市长在这一次的每一年 都为我们南投市做了很多事情 包括我们的新的灯会 包括我们的路 包括我们的灯 这都是我们市长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现议员曾正言也肯定宋市长认真打拼了精神 很多事情都会为相亲设想 现场来宾踊跃出席 证明宋市长的认真 曾议员期许未来新的一年 市政好还要更好 今天是我们南投市公所 宋市长基盘的公所 的这个会议 我刚才起到现场和顺顺 差不多办八十多左右 真的荣耀 证明宋市长就是这么认真 这么打拼 对我们的乡亲 都很贴切 数数行都像我们的乡亲 我们希望说 以后我们对我们的市政 实际是说我们的市长可以好 国家好还要更好 亲自到场参加南投市公所尾牙宴的张维华议员 及曾正言议员 也借此向各位乡亲祝福 狗年福气旺旺来 这场尾牙宴办理现场抽奖活动 带动热锣气氛 张维华及曾正言两位议员 除感谢所有人一年来的新老万 也祝大家新的一年福气旺旺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